我本来吃东西就蛮高热量的 但可能现在会更肆无忌惮的去吃吧 我平时的话会比较吃香蕉 辣的东西就是高热量 什么水煮牛肉啊水煮鱼啊就是牛汤啊肉啊特别多的 就是他啥都吃 对 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要经常运动 然后在吃的上面呢可能就是肉还有蔬菜要混着吃 来一口 他有时候跟我一起去吃 就是比如说他本来是就是为了自己身体好的话会尽量就忍着不去吃就是 辣啊或者是很咸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如果我点一个就是 稍微有点辣又很诱人的食物的时候 他会忍不住稍微吃两口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 对比如说我通常我不会去 去吃辣的和油腻的 对我虽然喜欢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我不会去吃 但有的时候跟君辉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吃那种又辣又油的东西 对但是有的时候就特别想吃 忍不住就会去吃两口吧 对啊现在可能 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吃完辣的吃完油腻的高热量的东西 可能会有一些啊身体怎么办会不会变不好 就其实我个人的话就是我是一个会经常点炸鸡的人 在宿舍也是就是就是如果就是没有人陪我吃 就是我其实也会自己一个人就是点 就是一套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大堆 而且有时候会想吃不同的口味的话 就是会同时点好几份 就或者是你知道一般一般都你懂了 然后呢 现在有了新闻家 感觉负担小了很多 来放个杯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就是比较油或者比较辣的食物 但是就是有时候 你像就是午餐过后是没有关系 但是早上起来就是刚起床的时候 如果吃辣了就很容易肚子痛嘛 然后我就是经常就是 早上起来一个一个不小心点 我就没忍住就吃了很辣的东西 我就自己痛半天 嗯就要上厕所 然后我就要挡牌 像我经常就如果不去外面吃饭 其实我在宿舍会点就是 就算是韩国也是有的就是 会点一点的小外面你知道的 就是不是正餐啊 就是像什么鸭舌啊 鸭脖啊 腐竹啊之类的 他会自己煮辣面吃 会煮很多辣面吃 像什么螺蛳粉啊 柜柳米粉啊 我觉得俊辉五十五克他都在放飞自我 他从来没有想过吃对他来说是一个 对他一直都是很放飞自我 对所以他外号叫文俊菲 我觉得俊辉他吃完他想消除这个罪恶感 他就睡一觉然后就忘掉了 对他根本不在乎这些 你会觉得俊辉有什么 你会觉得俊辉有什么 林浩我对他的了解的话 他是如果是吃肉类的食物的话 他是不光是吃肉 他是喜欢混合蔬菜一起吃的 然后就是而且 就是他是一个就是 而且他是特别按时吃饭的一个人 就是过了那个时间就不会再去 就是只要过了饭点 他就会忍着不会再去吃饭了 就这个情况 嗯 俊辉 水煮肉片 水煮鱼 香辣肉丝 泡椒牛肉 反正就 就就就就三个字形都想要穿鱼一箱 嗯 对这三点菜 沃笋 很绿色啊 嗯 而且很健康啊 我也特别喜欢吃沃笋 俊辉是 辣椒 红辣椒 辣的辣 辣的辣 辣韩子辣 不好意思 可口可乐鲜维加 轻盈有加 唱爽依旧 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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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